歡迎大家來到周六崇拜 今天是農曆新年大年初二 九年的第一個崇拜 真的很開心可以見到大家 也祝大家新年蒙福 恭喜發財 在教會好像不可以說恭喜發財 但其實我們是最應該講恭喜發財的地方 當然我說的不是地上的財寶 而是天上的財寶 今早我搭地鐵回來教會的時候 在北角站就碰到一個財神 就是MTR的財神 現在我們回到周六崇拜 有一點角色的轉換 現在就到我做財神的工作 希望在新年裏給大家一個充滿基督的訊息 如果你去看周刊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weekend 不單止是新春主日 也都是大齋節的第一個主日 大齋節是我們預備我們的心 去迎接主耶穌基督 祂為我們所做的受死與復活 在這個節期當中 我很想帶大家再回去 一起去看馬可福音 如果你之前有跟我們一起 你知道從一月份開始 我們一直在研讀著馬可福音 我們講到的系列的總題 叫做非凡的見證 不因為馬可是一個非凡的作者 而因為主耶穌基督是一個非凡的救主 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是 馬可福音第一章一至五節 題目是重回伊甸園 重回伊甸園 其實在大齋節的第一個主日 去講這段聖經 和這個題目是非常合當 一切都從約旦河的洗禮開始 而一切 如果你知道整本聖經 都是源於伊甸園的故事 而信不信由你 在最後這個故事會帶我們 不單止是回到從前 也都是回到主耶穌基督的未來 他為了我們的緣故 要上十字架 馬可福音的開頭這樣說 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照者說施洗約翰來到抗野宣講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馬可要寫的是一個君王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的起頭 他介紹了耶穌 跟著他很快就介紹主耶穌基督的先鋒 叫做施洗約翰 在第二節和第三節的當中 某很強調約翰和耶穌的出現 他們的來臨是成就了 《舊約聖經》裡面的應許 由從前到現在到未來 上帝都在做一個天國的工程 上帝為罪人預備一條道路 一條回家的道路 這條回家的路成就了出埃及記 成就了以塞亞書 成就了馬拉基書裡面的語言 上帝要罪人有一個可能 可能可以回到上帝的家 我想你特別留意一件事 就是這條路的起點是出於一個洗禮 但是如果你熟這個福音書 你知道這個洗禮只是一個影子 約翰的洗禮不是一個最終的洗禮 約翰的洗禮是一個影子 指向一個更偉大的洗禮 很快約翰就會說 他說有一個人在我後面來 他的能力比我更大 我連彎腰幫他解鞋帶 我也不配 他說我今天為你受洗的是用水 將來這個真正的君王 他來的時候 他要用聖靈為你們施洗 無論如何 施洗約翰的洗禮 在當時是一個非同小可的大事 馬福音第一章第五字這樣說 猶太全地和 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 到了約翰那裡 承認他們的罪 在約翰河裡受他的洗 這裡說 耶路撒冷裡面所有的人都去到約翰那裡 約翰在哪裡 約翰在城外 約翰在抗野那裡 這個圖畫是非常之特別的 你可不可以想像 城中有才有勢的達官貴人 全部一個一個排隊去找這個約翰 正如今天 那些人你可以想像 由山頂 由中環 由金鐘 由銅鑼灣 一直去 一直去 去粉嶺 去上水 去羅湖 去諾馬州那裡 找一個名不經傳的人 叫做約翰 在那裡向他認罪 受他的施制 你可不可以想像一個這樣的圖畫 為什麼這些人會這樣做 完全反方向的去到約翰當中 因為約翰是四百年以來 第一個以色列人當中的真先知 如果你給一些想像力 你可以想像 這裡當時有一個很大的熟齡的復興 熟齡的復興竟然不是當時耶路撒冷裡面的聖殿 而是在一個很遠很遠 一個荒蕪的抗野當中發生 從一個角度來講 約翰這個洗禮是為了成千上萬的罪人而設的 他呼召這些罪人 從城裡出去城外 然後為他們做了這個悔改的洗禮 但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約翰的洗禮其實是為了一個人而設的 那個人叫做耶穌 如果你熟《新約聖經》裡面的福音書 你知道約翰這個洗禮有點像拿著玻璃鞋去找灰姑娘的故事 這個洗禮最終的目的是要找到那個真命的天子 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三節這樣說 他說 哪差我來用誰施洗的對我說 上帝對我說 對我說什麼呢 他說 你看見聖靈剛下來停留在誰的身上 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 約翰見證說 我曾看見聖靈彷彿甲子剛下來 就停留在他的身上 他是誰 是耶穌基督 所以你看到原來整個洗禮 洗了這麼多人 其實都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讓約翰很清楚知道 誰會是那個將來用聖靈施洗的人 而當這個聖靈降在耶穌身上的時候 你可以說約翰的任務基本上已經是完成的了 他可以馬上交棒給耶穌 他可以退下火線 他可以榮憂 他可以失蹤 他以後都不用再出現的 難怪後來 信管約翰繼續去做他的事工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他必興旺 我必須未 因為我已經做完我要做的事情 現在那個棒已經不在我手上 已經交了給主耶穌基督 我想你用少少想像力去想一下這個圖畫 當耶穌領受了聖靈降臨的那一刻開始 整幅圖畫再不是用水為人施洗的約翰 帶著一幫悔改的罪人在約旦河的一邊 圖畫馬上改變了 那圖畫變成是耶穌帶領著一幫悔改的罪人在約旦河那邊 你看到嗎? 那個帶領的人再不是約旦河而是耶穌基督 如果容許我再問一條問題 究竟他們站在約旦河的那一邊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約福音》第一章第28節這樣說 當他們受洗的時候 當耶穌受洗的時候 這是在約旦河外八大尼約翰施洗的地方 約旦河外 什麼叫約旦河外呢? 究竟是左邊還是右邊呢? 看你自己站在左邊還是右邊 如果你在左邊的話 約旦河外就是右邊 如果你站在右邊的時候 約旦河外就是左邊 其實是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 這一節聖經我現在給你看的是和合本 如果你有機會去看看和合本的修訂版 他就把這個謎底說出來給你聽 他怎麼說呢? 他說 這些事發生在約旦河的哪邊? 東邊 東邊就是一邊的 就是那邊的 你不會轉來轉去的 在這件事 原來約旦河的東面 是洗禮的地方 這件事當你開始明白這個方向的時候 你知道 真是大件事 可能你會說 林牧師有什麼大不了 東面就是東面 因為你有所不知 當你想起東面的故事 在聖經裡面有好幾個非常重要的東面的故事 我們現在講的是聖經裡面的地理風水學 如果你過去幾個星期有在聽我說的時候 你知道 我一直很強調 舊約聖經跟新約聖經有一個很微妙的關係 其中一個比喻就是 如果新約是最終的圖畫 舊約裡面已經是用了 已經在準備新約裡面的難料 所以當你在圖畫裡面看到這個東面的故事的時候 你應該想回去 在舊約聖經裡面 其實都有幾個非常重要的東面的故事 當我們去到馬可福音 看到主耶穌基督帶著一群人 在約旦河的東面的時候 而他又在做一個回家的道路的時候 你一定需要想起聖經裡面 第一個回家的故事 或者我更加準確地這樣說 不是一個回家的故事 而是被人踢出家裡的故事 回不到家裡的故事 這個故事在伊甸園裡面發生 《創世記》第二章第八節這樣說 耶穌說上帝在伊甸栽了一個原子 耶穌說上帝把那人阿當 也都包著夏娃 安置在伊甸園 讓他耕弘看管 這段是什麼意思呢? 在原文裡面伊甸的意思是喜樂 伊甸是一個喜樂的緣 於是上帝吩咐那人說 圓中各樣樹上所出的 可以隨意吃 只是知善惡的樹所出的 你不可以吃 因為你吃他的日子 必定死 這個大家都很熟悉的經文 當你讀完這兩節聖經的時候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上帝對阿當夏娃好不好? 有誰覺得好的? 沒有人啊? 覺得上帝對阿當夏娃好不好? 我想大家的感覺上 都是會說好的 因為圓中所有的樹 它們都可以任意吃 它根本不優柴優米 但或者你會問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圓中又有一棵有毒的樹呢? 首先我想跟你解釋 第一,從來沒有說過那棵樹有毒 它只是說你那天吃了那棵樹的時候 你必定死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像過 這棵樹和其他樹有沒有特別的不一樣 有很多人有很多的猜測 可能覺得這棵樹特別漂亮 於是很引誘你上去吃 但是我想 在聖經學者討論了很多之後 大概最有理由的結果就是 其實那棵樹和其他樹是一樣的 那棵樹和其他樹是沒有任何分別 唯一的分別就是那棵樹上面多了一件事 叫上帝的命令 那棵樹沒有毒的 但是那棵樹也不是特別漂亮 特別好吃的 那棵樹和其他樹的分別是 上帝加了一個命令在那裡 說這棵樹不可以吃 為什麼上帝要給這個命令? 因為上帝要教他們一件事 教他們 他們在一神之下 萬物之上 你明白嗎? 阿當下話要學習一件事 通過上帝的話語 通過這棵 很特別有上帝 話語命令在上面那棵樹 學一件事 原來我們在一神之下 但是我們在萬物之上 上帝對他們好不好? 好! 因為他們是萬物之上 但是他們必須要學習一件事 他們要學習他們在一神之下 這個是為什麼有這棵樹的理由 這棵樹有一個很特別的名稱叫做 知道善惡的樹 如果你看回英文 是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其實是有意思的 因為當他們還沒吃這棵樹之前 他們其實不知道什麼叫做惡 只知道什麼叫善 但是他們吃了這棵樹之後 他們就不單止知道善 他們連惡都知道了 所以這棵樹的名字叫做 知道善惡的樹 不是這棵樹有毒 而是當他們干犯上帝的命令的時候 死亡將要進入他們的世界 我們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事 撒旦通過假裝成為一條蛇 甚至可以這麼說 撒旦假裝成為一個證人君子 用了一個很關心的口吻來 關心他們 但是其實撒旦是說謊 你有沒有想過撒旦的真相 其實是liar 他是騙子 他挑撥離間 他引發阿當夏娃的叛逆 在短短兩節聖經裡面 撒旦一口氣說了三個謊 撒旦怎麼說呢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撒旦說你不一定死 不知道的 未必的 這是第一個謊 第二個謊是什麼呢 因為上帝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開了 這是一個謊 什麼意思呢 當撒旦跟他們說你們的眼睛就開了的意思 就是說他們現在的眼睛是 是關閉著的 如果你看回整個創造的故事 每次上帝創造完一件事 每次那件事都是那件事 是good good 直至到他做了人之後 他說very good 所有的東西都是最美好的 但是撒旦用這句話告訴你 其實上帝做你的時候 有些事情做得不太好 你看看你的眼睛 不行 這個是第二個謊 其實上帝從來沒有做一個不好的事情 everything is fine 只不過撒旦說 你現在知道 你一定要吃 因為你的眼睛有問題 第三個謊 他說 當你吃的日子 你們就會像上帝一般 我想問你 上帝是怎麼做阿當夏華的 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去做阿當夏華 所以上帝做阿當夏華的時候 他們已經是像上帝那樣的樣子 然而撒旦說 其實上帝保留了很多好東西 沒有給你 但是你吃了之後 你搬譯了之後 你就可以像上帝那樣 全部都是一派互焰 但是因為撒旦的隱誘 夏華中了 他的招 《創世記》第三章第六節 這樣說 於是女人看見 那棵樹好作食物 又越人的眼目 那樹令人喜愛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吃了 又吸了丈夫 他也吃了 他們所犯的不是一個小小的錯誤 他們所犯的是一個全人的叛逆 上帝只是給他們一個要求 上帝只是給他們一個命令 就是叫他們不要吃 當他們吃的時候 他們所發生的事情 是一個全人的叛逆 他怎麼叛逆 他為了什麼叛逆 如果你留心去思想 他們是因著他肉體的情慾 因為他們眼目的情慾 因著他們今生的驕傲 因為他們要跟上帝同等 而墮落的 當然你知道我剛才說過三句話 其實是出於約翰一書第二章第十五節 約翰跟我們說 不要愛世界世界上的事情 因為世界上的事情 就是肉體的情慾 眼目的情慾 今生的驕傲 他講的這些就是出於阿當夏華 今天當我們去愛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所犯的就正如當年 阿當夏華所犯的事情 最後的結果是第七節 他們以人的眼睛就開了 知道自己赤身露體 就為自己造成了群子 你知道這些是寫作的 就是文學的寫作 他其實在說反話 他們不是眼睛開了 他不是因為眼睛開了 看到原來我赤身露體 如果你記得之前 是說到他們還沒犯罪之前 二人赤身露體 但是他們是不覺得羞恥 如果有機會 你去學一下小小原文 你發覺 原來在第二章裡面的赤身露體 以及第三章裡面的赤身露體 兩個希伯萊文是用了不同的字 我有時候跟學生講的時候 我說一個叫Nichonus A 另一個叫Nichonus B 他們就告訴你 其實他們的赤身露體 是變了型的了 之前他們的赤身露體 真是無罪的 真是完全沒有羞恥的赤身露體 但是今天 他們現在因為他們的罪的緣故 他們的赤身露體 已經成為一個最終的赤身露體 他們再不是天真無邪 他們現在是罪惡滿意 於是上帝說 他一定要將他們逐出以典園 逐出喜樂園 創世紀第三章第23節 可能整個故事的高峰也是低潮 也會說上帝就驅逐他出以典園 去哪一個方向 去哪一個方向驅逐他們出來 你看24節 也會說上帝把哪人趕出去 就在伊典東面 我跟你說東面是非常重要的 在伊典的東面 安設基路牌 並和發出火焰轉動的劍 把守生命樹的道路 上帝趕他們出去 由哪個方向趕他們出去 是東面 上帝的家裡 那道門是向著東面的 於是將他們趕出了 伊典園和還有火 他們回不到家裡 他們不可以回家裡 如果他們要回家裡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經過火 這個我想你記住這個圖畫 因為最後我們解謎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這件事 耶穌要帶我們回家裡 而回家裡的過程裡 他必須要為我們的緣故 承受火 對他的審判 或者我們當中會有朋友 馬上會想 究竟他們那天有沒有死 之前耶穌上帝不是跟他們說過 他們吃的日子必定會死的 但他們為何沒有死呢 不是當場暴斃的 為何會被驅逐 究竟他們有沒有死 簡單來說 他們真是死了 他們死就好像 我的電腦不能插電 這樣就很快會死 不過 不過不會馬上死 我們今天會覺得他沒有死 因為他還是生的活著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裡 已經覺得 活人一定會死 在上帝的眼中 什麼叫活人呢 就是永遠活著 叫活人 會死人就是死人 我們的世界裡 活到100歲 叫做長壽 在上帝眼中 那100歲的長壽人士 其實是一個死人 你可以不可以想像 你今天去買的電腦 是不可以插電的 你可以不可以想像 你買一個iPhone 其實是不可以插電的 然後就死了 買來做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死風來的 是吧 但是因為我們活在這個世界裡 我們很容易滿足 如果有人告訴你 你今天可以活到100歲 你覺得已經很滿足 你根本不應該滿足 因為起初上帝做我們的時候 不是要死的 是不需要死的 是活到永永遠遠 所以我今天也不明白 那些人 如果他病的時候 醫生可以多給他兩年 他多謝醫生 有什麼好多謝呢 我們不是要那兩年 我們要活到永永遠遠 是那個人可以為我們活到永永遠遠 才是我們真正的救主 幫我們活多兩年的醫生 不是我們的恩人 在那一天 在那一天 他們被逐出醫療園 在那一天 他們和上帝脫離了關係 他們的生命開始走下 不過好像一個電腦 再沒有辦法插電的電腦 他們的生命也是 好像一個沒有辦法再插電的雪櫃 就是會什麼 裡面的東西會什麼 會臭 所以當你開始看《創世記》的時候 你會發現 當上帝趕阿當夏娃出來 那天的時候 阿當變成了不一樣的丈夫 曾幾何時 阿當當他第一次見到夏娃出現 他講了一句很肉麻的說話 他說你是我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到那天他們被趕走的時候 阿當是乖聚於他的妻子 是這個女人 你做的女人 叫我吃我才吃 你看到那個關係 你看到 他裡面的東西開始發臭 到你第三章的時候 《創世記》第四章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們兩個兒子自相殘殺 或者應該這麼說 其中一個謀殺了另一個 去到《創世記》第六章的時候 上帝已經說 這個世界已經是最惡偷天的一個地步 他要把整個世界消除 要重新來過 你看到嗎 當人 和上帝出來了關係的時候 我們會死 我們會囚 我們需要回家 我們需要拆電 我們需要拆電 但我們怎麼可以回家 我們不能回家 因為有火 在那裡等待我們 誰可以為我們 勝過這個火 帶我們安全地回家 這個是整本聖經最中心的思想 一個由東邊回家的故事 令我想起另外一個東邊回家的故事 你需要知道的故事 另外一個重回伊甸園的故事 重回家裡的故事 是在出埃及 入加南的故事 你記得當以色列人出埃及 最後要入去加南的時候 他們過了兩條河 一個叫洪海 兩個叫約旦河 兩條河 都是充滿了很多很多的水 你想想這個水跟我們有關係 在兩個過河的故事當中 是一個影子指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小學者告訴我們 洪海的原文 希伯萊文裡面 可以是 the sea of termination 可以是一個中界的河流 好像你出了洪海 就是你從死地進入一個生地 如果你記得他們離開埃及 你要過洪海 過了洪海 他們又有拯救 他過不到洪海 他們就死定了 而在過不到洪海的埃及 當時是什麽的一個警方 是一個十災之後的埃及 是一個活活的地獄 上帝說他要離開這個被上帝審判的埃及 而當他們過了洪海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他逃生的路程 當然你知道 他們的逃生的終點不是抗野 而是加南 是那個應許之地 如果你記得我曾經說過 其實這條路不是那麽遠的 你由出埃及去到應許之殿 就算你幾萬人 幾十萬人去走 可能都是幾個月的時間 他就可以去到的 但是結果我們知道他們走了四十年 因為他們的不信 因為他們的搬益 在那四十天裏面的十二個探子 他不信上帝的應許 他們不願意去打個場仗 他們想回頭去埃及 於是上帝要他們一年去陪一天 四十年之後 連摩西都沒有辦法進入這個應許之地 結果摩西要交棒給一個人 叫做約書亞 而約書亞最後帶他們入加南 是哪個方向進的 是東面 是約書亞帶他們過約旦河 在哪裏進去約旦河 在約旦河的東面 進入去聖地的當中 這個和我們今天講的有什麼關係 關係就大了 因為整個舊約都是指向新約 原來約書亞希伯來文 就是正正是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耶穌是希列文 Jesus就是Georgia 於是整個約書亞的故事 是指向1400年之後 主耶穌基督再次要帶著我們 在約旦河的東面 回家的故事 所以當你今天去看到主耶穌基督 現在在約旦河的東面 被聖靈降臨 帶著一群人 今天他其實整個故事 是一個回家的故事 但是他這次要回家的時候 有什麼擋住我們 是水 水不是遺財 水是上帝的審判 上帝用什麼 把世界毀壞的 是水 羅亞的洪水 所以當我們看到水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 好啊水遺財 是說 你不能 勝過上帝的審判 如果你把剛才另外一個 從東邊回家的故事 引入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會發覺 如果你要回家的時候 你需要經過兩種審判 第一 你需要經過水的審判 第二 你需要經過火的審判 水和火在整本聖經裡 都是講到上帝的審判 彼得後書第三章第六節 第七節這樣說 藉著水當時的世界 被水淹沒而消滅 這在說羅亞 水是上帝審判的記號 第七節 但現在在天地還有 憑著上帝的話 全流 直流在不敬虔之人 再審判 遭沉淪的日子 用火焚燒 水和火 代表了上帝的審判 今天如果我們要回到上帝的家 我們要回去插電 得回去永遠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的救主必須要為我們解決兩個問題 水的問題和火的問題 我們怎麼可以勝過水 怎麼可以勝過火 答案是耶穌 我想帶你去看一個以塞亞書的語言 兩節我很喜歡很喜歡的聖經 以塞亞書第四十三章第一節和第二節 雅各啊 創造你的耶穌華 以色列啊 造成你的那位 現在如此說 你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你從水中經過 我必與你同在 你渡過江河 水必不慢過你 你在火中行走 也不被燒傷 火焰必不燒著 你身你看到嗎 又有水又有火 你喜不喜歡這兩節聖經 很多人很喜歡這兩節聖經 而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這兩節聖經不是金句 是語言 如果你把它變成金句 什麼叫火 什麼叫水呢 水和火就是我生命中的液流 順流液流 水和火就是我生命中的疾病也好 我預料不到的難關 那就是水和火 上帝告訴我們 我們有經過水 經過火的時候 他必與我同在 他可以幫我解決這些問題 這個是金句式的讀經 是完全錯誤的讀經 以塞亞書說的是一個語言 他指向的是聖結上帝最罪的審判 如果你知道以塞亞書43章的背景 你知道當時的以色列是因為罪的緣故 秘魯巴比倫 上帝在應許他們 上帝會拯救他們 從巴比倫回到他們自己的聖地 上帝應許上帝的拯救會臨到這些 他說你不要害怕 誰不要害怕 這個你不代表全部以色的人 這個你是說那些真心悔改 跟隨上帝要回家的人 我不知道當中我們坐在這裡 是不是個個都很想回家 所謂回家是回去上帝的家 不是回家逗禮事 然後就走回家繼續做自己的事情 你要記得在浪子的比喻的故事裡面 那個小浪子結果回家 他留在家 他不是回家逗禮事 然後繼續出去 去過他自己瘋狂的生活 如果上帝說 如果我們當中有人真的想回家 真心悔改 想跟隨上帝 想回家的時候 你不要怕 因為 以馬力內利 我必與你同在 唉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我們在美國的時候 有很多福州人 都說自己是基督徒 而且他們開餐館 在家裡也好 餐館也好 都喜歡擺個以馬內利 神與我們同在 下一句可能就是生意興隆 以馬內利生意興隆 因為上帝與我們同在 他一定可以祝福我們 你完全不明白 以馬內利的意思 以馬內利說 我必與你同在 悔改的罪人 我必與你同在 我要帶你經過水 我要帶你經過火 我要帶你回家 如果你知道以策書 第四十章至五十五章裡面 是說 一個 上帝所認去的中博 一個義博 一個righteous servant 一個faithful servant 當中其實有四首義博的歌 四首中博之歌 你一定有聽過的 但是頭三首你可能不太熟 頭三首是 以策書第四十二章 以策書第四十九章 以策書第四十九章 以及以策書第五十章 以策書第五十章 但是最後那一首 你一定知道 那一首是以策書第五十二章 至五十三章 受苦的博人 上帝說 我必與你同在 我的義博 我的義博 會與你同在 上帝會帶你回家 上帝說 火中行過 你再火中行過 不被燒傷 在我們回家的路上 上帝的義博會與我們同在 他好像一個犧牲自己 拯救我們的消防員 將我們抱在他的懷抱裡 他不讓我們讓被火燒傷 自己卻遭受火的煎熬 上帝又說 在我們回家的路上的時候 水中經過 不慢過你 上帝說 我必與你同在 我的義博 在洪水當中 不是小小的 BB池 在洪水當中 他會包圍保護你 讓你不被水所淹沒 他卻要犧牲他的生命 保護我們 上帝為我們創造一個海底隧道 在這個海底隧道裡 祂為我們承受 祂對罪的審判 以至祂和我可以在干地上 你記得出埃及的嗎 在干地上 去安全地行過 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 都是指向 以錯阿書五十三章裡面的義博 所有的事情 都是指向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苦 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是上帝激打虎代 他為我們的過犯而受害 他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 我們都如揚走迷 各人偏行幾路 亦或話 使我們眾人的罪孽歸在他的身上 一切都指向主耶穌基督 主耶穌基督帶我們回家 因為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今天我們有一條生路 我們有一條生命之路 我們有一條返回伊甸園的路 是灰改罪人歸家的故事 是上帝為我們預備一條生命的道路 耶穌甘願奉上他自己的生命 讓你和我可以歸家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我就是道路 若不值著我 沒有人能到腐那裡去 你上兩個星期在這裏 你知道這條路 一點都不好走 這條路不是什麼康莊的大道 這兩條路是生命的窄路 誰要回家 必須要走在這個生命的窄路之上 但我很想你記住一件事 當你今天思想 你要跟隨主耶穌基督走那條窄路的時候 不要在這裏想 你要付上的代價 不要在這裏想你要付上的代價 我想你經常去想 是主耶穌基督為你和我付上的代價 在這條海底隧道 在這條救火通道的牆上 貼滿著祂的補血 當你走過這條路的時候 你見到祂的腳印 祂的足印 是祂的犧牲 讓這條路成為我們的路 我要你思想祂對我們的恩典 這樣我們才可以有力量 去一步一步的跟隨祂 我想你在這個大債旗裏 將你自己給上帝一心一意地走這條回家的路 你有沒有想過這條回家的路 從起初他們被逐出伊甸園的那條路 是剛剛好相反的道路 當他們走出伊甸園 搬益上帝的時候 那條路是無神自主的道路 那條路是情慾、眼目、驕傲的道路 今天你跟我說 如果我們要回家的時候 這條不是我們的路 我們的路是完全相反的路 我們不是拿一個免死金牌 於是繼續去走我們自己的路 相反我們要走的是一個以基督為中心的道路 是一個感恩的道路 是一個寫記的道路 是一個跟隨耶穌基督的道路 正如保羅所說 它說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任一人既替眾人死 眾人都死了 並且他替眾人死 是要叫那活著的 不再為自己活 乃是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而活 這個是歸家的道路 我們不為我們自己的眼目的情慾 驕傲而活 我們單單為主而活 願我們緊緊捉住主耶穌基督 願我們在新的一年裡 忠心地走這條回家的天路 我們去祈禱 我們天父我們感謝你 是耶穌基督 一切都是關於祂 新約畫的一切都是指向愛子的朝長 舊約所預備的故事 都是指向新約最偉大的拯救 是祂 祂應許我們 祂要帶我們歸家 祂為我們承受 你對罪的審判 祂為我們 拋頭路灑熱血 為我們 創造一條歸家的血路 求主你在這個 大齋節的時候 真是讓我們去反思 祂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讓我們踏上 一個回家的路 是和我們以前所活的生活 是剛剛好相反的道路 再不是一個無神自主的生命 而是一個單單榮耀基督的生命 好像保羅說 不再為自己活 而是為那個為我們受死復活的主而活 生命的道路 令人得滿足的道路 喜樂的道路 重返伊甸園 重返喜樂的源頭 讓我們擁抱你的真理 拒絕世界的引誘 撒旦的謊言 一生的罪求你 我們今天祈禱 奉GSO基督明求 阿門